Hello 大家好,又回到來Pokemon Hello 大家好,今天繼續玩絕網監牢 上次說到應該是... 我們終於找到一個兇手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OK 吉凶留意,原來你就是本次出現分身靈現象的人 上一集 完全正狂,想不到真的查得出來 對不起,一切都我做了 你真是分身靈,怎麼看得本人,你們沒搞錯 我就是從他的絕網當中分身出來的分身靈 從絕網當中誕生?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我們沒有解釋嗎? 分身靈都是由於本體所抱合的絕網或者煩惱 所誕生出來 因為甚麼事感到絕網 是這樣的 這個家伙就好像你們推理所說的 隱藏了性同一性障礙的事實 這個很難 這個字其實應該可以簡化一點 但是他的秘密被這個美影翼知道了之後 他就陷入了絕網 但是 發現了秘密而已,要不要這樣 這裡就被人勒索了 感覺呢,秘密暴露就絕網有點誇張 是是是,值得有些你自己問他 身份已經暴露了,無必要隱瞞事實 正如大家所說的 身體是男性,心靈是女性 從小時候開始我就有一種違和感 比起跟男生玩,都是跟女生玩更開心 哈哈哈哈 這句,我們先看看吧 穿衣服也是這樣,比起穿褲我更喜歡穿裙 但是我一直怕周圍的人看到真正的自己 我怕大家都看不起我,因為我顧忌這件事 我長年以來都用這個男裝去做生活 扮男生生活 我一直隱藏著想要以女性身份生存下去的心情 但是呢 現在愛上了這個人 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就一見鍾情覺得他很溫柔 很粹氣 很有型 很想抑壓著這個心情 但是除了時間的推移 對他的感情折磨到令我無法接受 我明白的,這款心意我都不想真正傳遞給他 但是我遇到這樣的事 那件事是指 有一天 我跟往上一天去活動室 發現他的態度非常奇怪 他笑奇奇地看著我 我注意到他手上有封信 封信 我寫了對他的心意 難道說 是那封呢,撕爛了我的封信 扔了活動室那封信 我不打算對這封信交給他的 寫他只是為了令自己心情平靜下來 但我一時大意把那封信弄不見了 想不到撿到這封信的 剛巧就是那個人 然後呢,他就叫我出來 早上好,留意 這封信的內容是你的真心說話 是啊 想不到有這樣的感情 說真的真的嚇了一條 非常抱歉 沒有必要道歉的 喜歡一個人不是理所當然嗎 我知道可不可以一直都喜歡你 當然可以了 很高興你可以喜歡我 真是太溫柔了 可以喜歡上你的人 真是太幸運了 立刻變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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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我想拿這段做這個八卦新聞 這個八卦的素材 是啊,這麼有趣的八卦我一定要收起來 你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這個匿名情報店的帳號 什麼話 這個是我打你的帳號 我在那裡公開你的秘密 剛才我們六一都會在那裡一起發出去 沒有啊 你剛剛明明這麼溫柔 為什麼會這樣 騙你的而已 男人愛上男人這件事 就太噁心了 哎呀,留意竟然哭了 好可憐啊 不過本月的投稿已經到達上限了 有關你的事下個月再上傳 你就慢慢期待了 唉,我還有事了 再見了 拜拜了,留意 這個人太過分了 所以你已經知道他的本性 我明明真的很喜歡他的 但是想不到他是這樣的人 唉,被這個外表蒙蔽了雙眼 我就是那個時候 否定了自我,陷入了絕望 這個就是分生靈誕生的理由 原來是這樣 大家可以不用這樣照顧 有什麼就說了 你們覺得很噁心嗎 明明是男性 有著女性的心很怪異 沒有啊 我們沒這麼想 我們都是喜歡男性 哈哈 剛才我在留意所說 我完全沒有覺得留意噁心 一開始我覺得挺驚訝的 但想不到有著女孩子的心靈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是個性之一 而且我認為拿一點來嘲諷你的人都挺過分 其實我呢 比較了解你的心情 我呢 一直被大家排擠啊 不被理解這樣活到這麼大 當我還是小朋友的時候 大家都叫我喜歡神秘學的怪人 喜歡 欺負我啊 那時候很煩惱 為了被免受到欺負呢 我也曾經想過 不想再做這些超自然現象的事 但沒可能的 因為我沒辦法對自己說謊 所以我也沒有再勉強認識朋友 那些打我興趣的朋友 認識不認識都罷了 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更加好 這樣想起來 我更加變得開放啊 適言 所以你都可以試著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這樣你每天都會很開心的 我都想 以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不想再隱瞞自己的少女之心 他應該之後會穿女裝 應該是 我都不會否認 無論變成怎樣 而且你不是孤獨一人 有什麼煩惱可以找我們來商量 我也是 什麼都可以和你們聊 感謝各位 真的非常多謝 我抱歉 打擾你們這些感動的青春故事 請找到我總結一下事情的經過 本次的主角就是吉峰留依 因為自己的心 是類似的秘密暴露了美影影 而且還給了惡語相向 並且陷入了絕望 令婚生靈現身 引發這次的案件 是為了避免他說出自己的秘密 好 一來真實身份和動機全部結曉 我們都可以進行淨化 我想問淨化會怎樣 分身靈淨化之後 本人所抱有的負面感情都會消失 這樣的話 本人就可以戰勝絕望 獲得成長 厲害 開始淨化了 開始淨化了 開始祈禱淨化 淨化完成 三秒完成 淨化 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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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沒事吧 快點救我 這樣下去我們都會堅持著 我現在快要救你們了 好熱啊 火太大救不到 怎麼做好呢 等下我去找人幫忙 要快點去找求助 否則大家都會死 這就是我的記憶 我手上的燒傷就是那個時候 好 要限定時間內如城府都可以找得 合職 我們都是玩到體力差不多沒有 應該差不多 應該不是很多的體力 這裡是 終於醒了 阿寶 嘩 阿寶先生 為什麼我會在酒吧 你又絕網監盧回來的 對了 剛才絕網監盧暈了 嘩 你終於醒了 嘩你醒得好慢啊 智囊起座 你沒事吧 剛才叫你也不好反應 我們很擔心你 還有你的記憶恢復了 恢復了 雖然只有一部分 嗯 原來是這樣 看來你沒辦法一次過 全部記起 沒錯 對了 留意怎樣 不用擔心留意 我覺得真實的距離已經回來了 有一件事我很在意 在他們消滅分身靈之前 真正的留意在哪裡 一旦分身靈出現 他本人就會被困在這個絕網監盧 啊 就是剛才我們開庭的地方 難怪叫監盧 就是這樣 簡單來說 就是兩個人交換了彼此的身份 在調查時看到的留意就是分身靈 好像是 所有人都在呢 來了 留意 哈哈 啊 哎呀 真是一個可愛的姑娘 找到了 大家果然在這裡 你認識我們嗎 這叫聲音 難道你是留意 是的 沒錯 我就是留意了 咦 大家覺得我這身裝法如何啊 分身靈得到正法露出了真實的一面 如果不然他跟男性化時限的完全不一樣 甚至開到令人摩訣的實際是男孩子 跟他的對話有點緊張 哈哈 其實啊 在現在的社會好處很多都有 有男扮女裝 而且那些男扮女更加像女孩子 很瘋 很瘋 那些化妝啊各方面都很強 怎樣說呢 簡直令人呢 令人一個 瞳孔避震 看起來是一個很普通的女孩子 我今後以自己的方式換下去 所以就穿裙仔 你在學校都穿裙 是啊 我預料到一開始會有很多人說 這個令我好緊張 不過我不想再隱瞞 噢噢 這樣吧 我有好主意了 你要不要加入我們的神秘學啊 你怎麼突然開始叫人啊 阿志龍 我覺得他跟我們一起的時候 緊張感會得到書解 的確是好主意的 而且有可愛的孩子加入都可以提升士氣 嘩 非常好 你就是值得紀念的第四位寶原 這個分章交給你了 這個是神秘學的報徽 這就是我們的同伴 這就是我們的同伴 OK 嘩 嘩 嘩 我的體力 瞬間用完 雖然說可以用體力券恢復 我有很多章 但我不知道恢復到多少 OK 那幾天之後留意以女性的姿態 開始以校園生活 一開始他看起來很緊張 但現在已經安下心了 另一方面歸受害者 他的傷已經傳染回歸了正常的校園生活 最不可思議的是這件事他一點都不記得了 不管是喜歡自己的事 還是他會揭穿留意的秘密 這關的記憶全部都消失一干二 理由我不是很清楚 但聽貓宴他們所說 這個是分身靈消失後產生的影響 嘩 早上 早上好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都有記憶的 不是什麼 終於來了 我一直在等你 信雪 你看看這個 嘩 不不不不 全部都是字 標題是分身靈和絕望監牢之謎 因為絕望監牢一直在我腦海當中揮之不去 於是我用了自己的方式進行了總結 原來是這樣 就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你帶到絕望監牢的時候 真的令我大驚身色 是不是 起座 這一層 難道你太驚訝沒有記憶 不是不是 我記得很清楚 這麼刺激 誰會忘記到 沒錯 希望下一個分身靈和絕快出現 要快點找到下一個 這樣的話我的記憶 話說起座 剛才老師告訴我 看到你 就通知你去辦公室一堂 真的嗎 他說你沒有提交到升學調查表 忘記了 其實我也忘記了 一起去 原來你也是 我們先去一堂辦公室 OK 看來已經和神秘學研究部的大家混熟了 嘩 柳依 天使的莊蟲 早上好啊柳依 看來不夠睡 因為立刻要考試 這幾天一直學習到很晚 如果可以早點睡就好了 嘩 深圓套 深圓套 你們有沒有看到R%宇宙的視頻 就是這個 宇宙的影片 什麼東西 貓獻武之 咦這個 好像沒見過 是新人來的 世生為例子 聽說他們有演唱會 白穿行 好想去 嘩 很多角色 何元美香子 嘩 這群女生說得很大聲 不過任何版國都會有這些 這個小圈子 你們看 那個是新買的一個 發卡 應該是那些夾 發夾 真的和我愛 是你很和我愛 的確你戴著很合適 借我戴兩天 啊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或者是因為之前借過給你的耳環 你還給我 蛤 你還給我 一元啊 還給你幾天 我們是朋友 分享好東西 理所當然 是啊 我們是朋友 拿去拿去 不過是愛麗絲 真是溫柔 來看一下 嘩 好適合你 小圖 超適合的 不過我們美女小圖 馬上轉了方向 看看 我看到 我當時也覺得很可愛 真的 這個禮拜給我戴 什麼啊 一個禮拜? 戴這麼久? 我沒有戴多久 有什麼關係啊 我們是朋友 嘩 這些活生生的班級 班級政治 我們之間的姊妹情義是這樣的 唉 只有一個發夾 只要戴幾天不行嗎 就是咯 啊 然後風是有指向 茅鬧又指向她 說她有問題 對了 馬上我們是真正的朋友 多謝 我們是師隊這樣 真的好 嘩 這群女生真的很厲害 喂 不要說啊 太大聲音會被你聽到的 他們如果聽到不舒服 你就糟糕了 又說糟糕了 什麼意思啊 偷偷告訴你 其實他們有些什麼 就是同伴意識超強那種 啊 原來是這樣 所以他們偶爾會以某個同學為目標 集體去 集體霸力 嘩 小聲一點 之前有個女生 因為他們不再上學 對呀 消失了很久 後來聽大家說 她好像已經死了 自殺死了 我也是聽其他人說的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大家都是這樣說 可信度應該很高 啊 原來是這樣 你一定要小心我這群女生 唉呀 上課了 我要回去自己坐了 好 嗯 今天我們的一步應該要做什麼好呢 今天開始就是考試準備期 所以應該要停止 活動 什麼啊 是這樣嗎 考試期間社團活動 終止也是第一次聽的 高一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但萬一這段時間又出現分身靈怎麼辦 我應對分身靈 我應該隨時隨你都準備 你只是不想考試的話 可思不是呢 不想準備 聽你說中了 你說謊有個小動作 摸耳仔 摸耳釘就是說謊 我猜過到這一點 所以很快就知道你是不是說謊 原來是這樣 不要教大家多餘的事 咦 什麼一回事 有人呢 發了一幅影片 這個是什麼來的 好像是小丑 咦 這是新的 這個 我對你們的復首 哇 這是什麼影片 好像是屋頂 然後小丑還說復首 我也聽到 你看看後面好像有些東西被人綁住 真的 這是什麼影片 嘩 這個小丑很噁心 咦 後面被人綁住的是小兔 難道是 快點去屋頂 快點去屋頂 我們 小兔 沒有人 但是 奇怪了 影片明明是屋頂 唉 好詭異 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這個小丑是剛才的小丑 究竟哪裡傳來的 是下面的中庭 是下面的中庭 已經被人綁住了 十字架 這個就是下位人 小兔 你們在那裡 可以綁綁綁到什麼時候 快點過來這邊 什麼時候下了中庭 太過分了這個 小丑去了哪裡 沒看到 難道走掉了 好像是 總之救他下來 這個體力可以用多少 一個體力可以回一次嗎 即是我可以回 SP體力 加可以恢復SP體力 哦 即是我也有大概十多張可以用 好 我們用一用吧 OK 可以了 立即調查 好 快點過來 小兔 沒事 只是暈倒了 說實話 真是過分了 把人家的衣服全部撕了 你們不要一直看 他好像有很多照片 這個照片的人 是他 好像是很親密 跟一個年長的男性 拖了手 他們去的酒店 感覺這張照片透露了很多 糟糕的訊息 而且每張照片 大叔都不一樣 難道是 啊 門教事件 恐怕就是這樣 我還是第一次知道他有做這些事 不單是把人家的衣服弄爛了 還收集這麼多照片 難道是分身靈搞的 這個案法過程也很奇妙 我覺得應該會是 沒事吧 小兔 好過分啊 剛才聯絡了他們 原來是這樣 那三個人 有不 有可疑 這三個人 都會誰做的 我是叫老師來 這個是什麼 上面寫著一項字 我的復仇先剛剛開始 我要讓你們嘗嘗我當時經歷的痛苦 難道是我們 但我忘了有惹過這種人 難道是那個人 就是布迪茨那個 沒可能的 他不是死了嗎 但是憎恨我們的人只有他 或者說 難道是他的幽靈來復仇 憎恨? 哪有這樣的東西 但我看得一清二楚 那個小丑一瞬間 就由屋頂跑到中庭 人類武漢做到 蛤? 這個人說謊 但也不能斷定 小丑的側面目是家內的幽靈 我將老師帶來了 什麼會事啊 這個廢話 這個老師 做不到事 他說小丑的側面目 可能是家內的幽靈 家內是誰 就是我早上跟你說過那個 因為被霸凌那個人 我記得是另一個班 難道是因為霸凌而自殺的 家靈的幽靈 這麼複雜嗎 幽靈些什麼 現實中不可能存在 說到底 婚身靈都很不現實 都是的 總而言之 這次的事好可能就是婚身靈引起 快點調查 對我們神秘漢研究部來說沒問題 區區考試 阻擋到什麼 OK 剛才綁著她的繩子是十字架 為何會出現在這個學園裡 難道是家內的幽靈或是復仇已準備 你的意思是說她親手做 復仇到她都要自己DIY 這個執念真是深 沒錢 不過幽靈應該做不到這些事情 而且你看看這件事有點爛爛 而且看起來很舊 感覺用了很多次 究竟哪裡拿來呢 現在是晚上了 不如明天再調查吧 多知是對幽靈那些 哎呀 難道你怕幽靈嗎 是啊 天了之後就要找幽靈 有點害怕 這樣是有損我們神秘漢研究部的命運 看你真的很害怕 放心吧 有我們在這裡沒事的 放棄吧 小留意你無法阻止她 沒有啊 OK繼續調查 但沒有發現到什麼特別的線索 大家只能先回家 第二天 聽說人還睡在醫院 阿濤還沒醒醒 總之我們要快點找到兇手了 現在手頭上的線索 就只有十字眼和承索 以及犯人有可能是被百多個加來的幽靈 然後這件事的當事人 白穿痕 看這四個吧 平常都會有這麼安靜的時候 對 畢竟小丑說過 這個是對他們的復仇 很快就會有下一個受害者 為了他們的安全 我們要盡快解決 OK 先上屋頂看看 我覺得屋頂其實有點奇怪 他一開始有個人說謊 哇 他拍那個影片 那個影片不能去預錄的嗎 那個影片預先錄定 然後再去中庭就可以了 那不用什麼 沒什麼 覺得考試很麻煩 就算學習什麼都不會受到女孩子歡迎 那那個努力也是沒有意義 這個判斷標準是受女孩子歡迎 是啊 很需要一兩個女朋友 網主字條 出苗美 啊 這個是不是那個 又是那個什麼 上一次那個男人 那個美男子 這些應該不關事 工具箱這些 應該就不關事 這些 嗯 這個應該應該都不關事 看看有沒有些 欸 看到啦 成索這個 這個是跟房子的繩子一模一樣 真的喔 這麼獨特的顏色我不會看錯 我也是第一次來到戲劇部 這個演劇部的玩弄室 很多舞台用的道具 難道是 那個十字架都是舞台道具 聽你這麼說 我覺得都有可能 那他的幽靈是用了呢 這個部的道具來行兇 嗯 如果他用了這個道具 在案發之前一定會來過 獨身子假面尋武三千里 面具大運動會 藍小紅帽易閘 白雪公主VS灰姑娘 雙子狼的挑戰 讓我們成為素食者 這個就是 嚴禁開啟 打開來看一下 果然是鎖住了 所以打開櫃需要輸入四位數字 而且上面有些奇怪的標誌 嘩 要解謎 蘋果 二四六 我應該看一張照片幾多個 我想 什麼花 五朵花 二 二六 二六五 二六五 二六五一 不是喔 應該算這個 二六五零 就是 那是 那是 他的籃頭 籃頭兩個 應該兩個還是 отдель一個 應該不用看方向,所以是2,然後蘋果 1,2,3,4,5,6,6,就是2,6 接著就花,1,2,3,4,5,5個 哦,我知道了 1,2,3,4,5,5個,應該是2,6,5,5,6 應該是吧 不是嗎 還是他要有毒的? 他要有染毒的 1,2,3,4,即是4 2,4,5,2,4,5 2,4,5,6 搞定就行了 密碼是對應海報插圖的數量 立刻看看裡面,裡面有本寶 好像是劇本的東西來的,兩個悲傷的小丑 好,看一下這個劇本畫著的小丑 跟這個影片的小丑好像 嗯?劇本寫了名字 名字是加萊 加萊?就是那個人? 看來他以前是演藝部的人 而且用於犯罪的道具都是來自演劇部的 果然犯人就是加萊的幽靈 應該不是 應該是他幫人做的 交換日記 我被那個女孩釘上了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我又沒有做錯事 沒事的,交給我吧 我要想辦法幫你的 多謝你,你可以這樣說,很高興 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 又記到此結束 照片的照片,另一個人就是加萊 他另一個人的臉被人塗黑了 跟他交換日記的人 嗯,不清楚 看來加萊少得很開心 明明是一個小丑這麼好看 他竟然因為霸靈自殺 真是可憐 然後死去的加萊化作例鬼 就可以報復他 我們先將犯人定為加萊的幽靈 繼續調查 不過如果是幽靈做的 你應該怎樣調查呢? 這個是重點的問題 究竟怎麼做呢? 然後我們可以去到... 問一下他們的東西 對啦 對啦 所以了解加萊應該直接問霸靈者比較快 確實啦 你快點找他 等一等 他看來不對勁 小丑還快 醫院還沒醒 對啦 如果真是幽靈作祟的話 接下人睡醫院的就是我們了 等一等 你別說這麼奇怪的說話 可以嗎? 難道你不怕嗎? 這些人有什麼好怕呢? 算了不要吵 大家情緒已經夠低落了 聽說出了一款新款的粉紅色珍珠奶茶 就是我們去年去過 對呀 我都忘記了 當時無知還不是我們朋友 對呀 大家一起去吧 這個... 阿幸說得對呀 那裡人很多不用怕 我去呀我去呀快點離開 無知你呢 我的話 因為小丑的事情現在都沒有什麼心情 什麼? 你想說呢?我不擔心他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算了 我走了 OK 他留下了無知 那個人離開了 下腰一下 不用太驚訝 我抱歉呀 突然跟你說話嚇到你 這些是神秘學的 找我有事 我們有事要找你 我們想打聽一下關於自殺珈內的事情 原來你們想問小珈內的事情 直接點問吧 你們真的霸了我 沒有關係的 我都可以直接回答 實際情況和傳言一樣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的錯 小珈內才消殺 她是不會原諒我們的 原來你們做這事這麼過份 她說得沒錯 那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你們為什麼要欺負她呢 這一個 我是因為 我要走了再見 最後一個問題沒有回答我們 最後一個問題沒有回答我們 說實話小慕知道她還OK 平時明明很有精神 但剛剛感覺不太一樣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 她難免會感到害怕或者失落 總之我們明白了 她們的確霸凌國家內 慎重喜見問問其他女孩 或者會有什麼線索 她們之前說去什麼店 我們去看看 先看看 她說去店真是這裡 咦 分開了 哎呀那兩個人跑去哪裡 找到愛麗絲了 她好像一個人在 但剛才她們不是三個人一起出去嗎 先問問她 什麼想搭上她 死去一旁 噢原來是這裡 你好我們神秘學研究部 愛麗絲你一個人在做什麼 你的小姐們呢 我也想知道她們去哪裡 剛才大家在排隊 當我回過神利就不見了 我想買雞扒不見了 而且還不聽我的電話 其實我有些事想問 我們想問家樂 為什麼問我 不關我事 不關你屎重 難道不是你們一起逼她 搞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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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 那張死怪我 說跟大家比起來 我做的事不值一提 而且最開始欺負她 壓恨龍小兔 我只是要信從她們 對 我絕對沒有辦法 為抗那兩個人 為什麼呢 因為那兩個人 是閨蜜團的領導人 小圈子 話時人 真恐怖 如果激怒他們,下次被人欺負的就是我了,我是被迫的,而且我都受救了,他們經常都是鱷魚鳳城,他們很煩啊 剛才一當我沒說,總之最開始欺負他就是小肚和眼痕,但在影片中小秋就說對你們的復仇 關我什麼事啊,地圖炮,關不關我事啊 為什麼呢,他這樣看著我凶狠心,小心背後啊,什麼背後啊 我有你背後感受到一股異樣的氣息,今晚他的幽靈可能來一集擊 你說什麼啊你,不要對我說什麼,你後面的確有幽靈,不要回頭啊 他的幽靈在看你的臉啊 哎呀,已經人在中道逃跑了,你真的可以看到幽靈? 哎呀,可以啊,作為神秘學的,有這種本事理所當然啊 又說謊了,對啦 還是不要開玩笑啦,畢竟你的小動作將他暴露 原來是開玩笑啊,只是回答他而已 看他有什麼反應呢 快想想辦法改一下你這個,想什麼就做什麼的毛病呢 這樣會影響調查的 好,我們得到新的線索了 愛麗斯剛才說,恆和兔斯是欺負加內的主謀 那我們去找恆文吧 OK,行 阿恆這個 咳咳,這裡 好像是呀,他們在這裡做什麼呢?排隊 阿恆結束了你,我們去貓咖啡店那裡玩 你怎麼這麼喜歡貓的 是啊,我現在要看衣服,有空再再看 啊,我知道了 兩位好啊,你們是神秘漢研究部的人啊,你們怎麼在這裡呢? 其實我是找你們打聽一些事 想打聽什麼呢? 在那個之前呢,我通知一下你們 愛麗斯在找你們 不過他現在已經回去了 啊,是這樣啊 然後呢,這樣又怎麼樣? 剛才小愛麗斯聯絡了你們很多次,你們都沒有回應 發生了什麼事呢? 關你們什麼事啊? 你們想打聽的就是你一樣啊 不是啊,還有另一個話題要問 其實調查中呢,昨天阿兔被人襲擊的案件 在這裡呢,我開門見山這樣問 碧加內自殺的主謀就是你啊 咦,你們真的這麼說啊 這樣說法有些 你的意思是呢,欺加內最行的人是我? B個告訴你啊 這個愛麗斯告訴我 哈哈 完蛋啊,愛麗斯 他剛才好直接地說 A負加內的主謀就是兔阿恆和阿恆 那個臭女人啊 冷靜一點阿恆 剛才那些不說比較好 啊,好像說得太多了 割死被迫 啊,你們說什麼啊 啊,先說明吧 愛麗斯呢 是呢 有說謊的人,你們最好不要相信 啊 那個人呢,為了自保 會以為是無其次說謊的 是不是啊,美香子 啊,是呀,的確是這樣 又來了,打眼色 所以你們不要輕易相信他 啊,這樣啊 那個人也有參與過霸凌 死都不認自己做過的事 假裝自己是受害者 真是令人討厭 希望他是下一個被襲擊的人 是不是啊,美香子 啊,這個 是,是,是,是 你們兩個有什麼事 明明跟我的愛麗斯是朋友 但是說這麼過份的話 嘩,這樣還是朋友 對了 他因為告訴我關於加內的事 你問我啊 我的話其實 嗯,你有什麼想說啊 實際上是這樣的 夠了,你們不要再問了 想搞到我們搞什麼時候 沒有時間跟你們聊些低能的事 不過你這個精神狀態 真是如鋼鐵一樣 不可以摧毀 你的好朋友 兔明明是犯人意願 但是你們沒有一個人去探他 甚至走出去 亂走 我們因為 那怎麼辦啊 不關你的事啊 走啦我們 快走啊 咳 這裡有些可疑啊 最左手邊的那個 恨 那他們的關係根本都沒有這麼熟 可以說是 掃了姊妹情 表面姊妹了 就是因為他們是這樣的 才會去欺負人 剛才小美香子好像有些話想說 不過恨是不斷打斷了她 蛤 蛤 蛤 你怎麼一個人跑回來 因為我剛才還沒說完 是啊 其實我沒有真的欺負過她 意思是你跟霸靈無關 是啊 就是這個意思啊 我只是看了 我什麼都沒有做啊 你只是看著 是啊 如果這次事件搞大了 他們知道了被霸靈都不和我無關 不要找到我啊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你回來就是為了說這一句 是啊 是啊 多謝你講這些話給我聽 我先走 不過我覺得呢 就是看著什麼都不做 不是都是霸靈的一種 蛤 因為你眼白白看著你的朋友欺負他 也沒有制止 你的做法就是見死不救 之前曾經有幅圖 就是什麼撐大紅 撐本夫的幅圖 哈哈 哈哈 你們 你們認識什麼 如果我激掉了兔龍恨 說不定我都會比較欺負的 啊 你這麼害怕那兩個人 是啊 我超害怕啊 只要有兩個人在我 我就只要一直 畏畏叔叔地過生活 等一會 是不是走掉了 都會覺得呢 這個呢 表面姊妹團呢 的撕裂越來越明顯 其他成員都很怕痕和兔 啊 嗯 看來呢 加內自殺肯定跟我們的霸靈呢 走... 這個... 走不掉了 這個關係 那這件事呢 越來越次 加內 幽靈進行的復仇 摘下路 怎麼做呢 根本已經好事了 明天再調查吧 我們 明天放學再集合 OK 其實我這裡可以再用券的 但是我們就... 不玩那麼長了 因為上次我覺得 玩得太長 50分鐘 差不多 有點長 雖然我覺得大家可以當這個 小的故事 一個劇情去看都沒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有點長的 所以今集的 絕網監督就先玩那麼多 我們下集再繼續這個 Timeshog 這個... 巴靈的真相 好,各位再見 記得訂閱Channel 拜拜